这侵犯我个人是要下去 侵犯我饮食也是一种侮辱 我觉得是对我这种人格的这种摧毁 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这狗不懂事 你人还不懂事啊 我跟你讲 这个的话 这个尿我们不是故意在这边遛狗 对不对 那你这个狗没有了 你为什么不处理呢 听我说 尿了没有处理 坐在我这边 那好了吗 可以跟每个人扯 那好了吗 对不对 但他为什么要贴我照片呢 你不是第一次了 问题是 你这已经去公寸了 这个照片是你贴的吗 不是我贴的 养狗乱撒尿被曝光 小伙觉得受到侮辱 业主称 狗不懂事人还不懂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杭州的李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遭新事 事情还要从前段时间时间说起 李先生今年26岁 租住在杭州的南北盛德国际小区 四五十个平方 每个月租金三千块 同住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上个月并外一名志同道合的朋友 送给他一只法国斗牛犬 李先生特别喜欢 觉得斗牛犬特别凶狠 具有阳刚之气 李先生平时没事也喜欢遛狗 没想到却遭惹了麻烦 这个的话小便确实有那么一两次 就是憋不住的时候 但大便是绝对没有 小便确实有一两次 这个我也承认的 哪在什么地方 就是有时候在货道门口 就是电梯那边确实有 一张是贴到这个地方 跟这边 我有照片拍下 就这样贴的 一开门我就能看到 然后这个门上面也有 然后电梯口的话是两个 三个电梯门 两个门梯上面的 就这样这样贴好的 就这个样子 狗狗 杀料 这不知道是谁 杀手杀料 后面是业主 过去就是看监控 到底是哪一货 据李先生回忆 之前物业有找他谈过几次话 转述了各位业主 对狗狗乱撒尿的不满 李先生也有注意 平时尽量不让狗狗乱拉乱尿 但是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 直到那天晚上 李先生下班回家 看到电梯口贴了两张 自己遛狗的照片 李先生觉得有些气愤 赶忙撕了下来 但是毕竟是自己理亏 也就忍气吞声过去了 可是第二天一早 李先生出门 又看到了几张 自己遛狗的照片 而且这次不是在电梯口 而是直接贴到了 自己的家门口 这让李先生 再也压制不住怒火 会先报案 然后去调接控 到底是谁贴的这个照片 我把它找出来 然后我通过法律所 来去保护我自己的权益 这是必须的 我觉得不应该 在这边无缘无故 说这个侮辱 我当时觉得 这个事情 我是做的非常对的 就贴照片 对 就应该给这个 不分别的报告 但他为什么要贴我的照片呢 你不是第一次了吗 你这些 你给你们几公寸了 这个照片是你贴的吗 不是我贴的 我可以这么说好了 养狗要文明养狗 你小心做好自己 物业的贴责人 刘经理表示 公寓内没有禁止养狗 但是确实存在 个别住户的小狗 在楼道电梯等公共区域 随地大小便 给很多业主造成了困扰 物业方面也多次提醒李先生 注意文明养狗 小狗在公共区域造成的 卫生问题 要及时处理 可是 这位李先生 却基本是置之不理 公寓内其他业主 来调取监控 物业方面是有义务提供的 至于业主把李先生 溜狗的照片贴出来 这个并不归物业管理 需要业主之间进行协调解决 目前此事已有公安介入 对于这件事 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